2月21日上午 二人转演员赵四刘晓光之子刘晨在其个人社交平台无预警官宣一则喜讯 配文称始于初见 止于中老 并大方晒出结婚证见照 及一个登记红本本 评论区下方 初为人妇的刘晨 兴奋表示 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是过去的少年了 四哥刘晓光一进身做公公 从刘晨分享的证件照来看 新郎官与新娘可谓是郎才女貌十分登对 一对新人穿着白色衬衫默契对镜入齿参笑 浪漫温馨满妾 相众 女方持证人一览写着冯思琴 登记日期是今日21 单论相貌与身材的话 新娘略胜王小胖一筹 年纪应该比刘晨30岁小不少 在爱的宣言中 刘晨激动写道 在30岁的这一年迎来了新的身份 从此肩膀上的责任 更重了 要保护的人也多了 陈述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 不如三十而立的她 坦言以前的生活没有目标方向 直到太太冯思琴的出现 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追求 约定共度余生 都说婚姻就像鞋子 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最清楚 刘晨阁空表白娇妻称我不求你多好 只求你我互陪到老 婚姻是一份忠诚 把心交给对方 只守一辈子 择其所爱 是钱半生 爱其所择 是余下的岁月 我们一起走向彼此生命中 最美好未来 一番感人肺腑表白 令人动容 刘晨吴玉景观 宣结婚领阵喜讯后 评论区下方热闹不已 有刷屏送上祝福声的 也有替男方前任王小胖 感到心疼 不值 感慨成分分合合 终究不是她 恋爱果然不适合谈太久 不过 有粉丝缓甲表示 虽说跟小胖分手了 可亲情依旧 即使做不了恋人 但也成为亲人 事实上 关注刘晨 王小胖的都知晓 二人经常一起拍段子 搞怪互动 接地气的形象深入人心 2021年5月20日 刘晨特意开豪车 在这300万聘礼 从北京出发 前往女友家乡 长途去求婚 抵达目的地后 南方包下一间酒店 布置浪漫现场 随后单膝下跪 向王小胖求婚成功 后来 王小胖还带着男友 去见父母 刘晨的爸爸刘晓光 也是分满意这位儿媳 原本以为 二人长跑多年 终能修成正果 可惜大婚当天新娘 却不是王小胖 唏嘘不已 据资料显示 1994年生人的流程 是二人传演员刘晓光 刘建光 与前妻婚内所遇之子 遗传了父亲搞笑基因 作为一明星二代 他曾于2016年 登上喜剧真人秀节目 《笑傲江湖》 也曾短暂跨界大荧幕参演 《宇宙中心五道口》 《决战乌龙镇》等影片 反响平平 后来 遭父亲刘晓光 疑似劈腿女大学生 粉丝丑闻波及 便转行短视频领域带货直播 直到炸雷的火爆出圈 再度归来 刘晓光与前妻离婚后 迎娶小十岁现任陈静 并诞下一子一女 小儿子今年七岁 现如今长子刘晨成家立业 刘晓光亦是提前为其备好婚房 去年底着手装修等待入住 相信婚宴安排已提上日程 图片来源网络 心拳必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